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邀请的嘉宾 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张文华博士 张博士于14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获得的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现在他在南昌大学的潘炳心教授的课题组担任副研究员 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应激诱发 教育意义等情感障碍的神经缓露机制 近三年来他们科技组成果波峰 他们在biological psychiatry advanced materials和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间上 发表了一系列的原创工作 今天我们有幸的邀请这些工作的主要参与者 张文华副研究员来介绍一下 师兄可以开始了 首先感谢唐华博士的邀请 也感谢几个策划人的辛苦工作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学术交流 也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科技组的工作 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 应激诱发焦虑障碍的性能和环露机制的解析 那么今天主要是一个review形式的这种汇报 所以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工作 我可能主要讲一下核心的这个实验结论 那么具体的细节可能就不会谈的那个很多了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研究的是这个焦虑障碍 那焦虑障碍它实际上它是一种那个精神疾病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给大家稍微这个介绍一下这个精神疾病 那么精神疾病包括很多种除了这个焦虑障碍 大家说很熟悉的这个抑郁症啊 那个精神分裂症啊 这都是属于这个精神疾病 那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 那由此导致那个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尤其是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长时间那个去家隔离啊 很多长期在这种恐惧当中 这种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更是那个越来越高 那么精神疾病它的这个频发呢 它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那么16年是吧 这张统计图显示 我国的那个精神疾病 这个经济负担 它从05年到13年 这8年的时间 基本上翻了这个4倍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形式 这个非常的这个严峻 那么在这众多的这个精神疾病当中 那这个焦虑障碍 也叫我们也叫焦虑症 那么它的发病率 无论是全球还是在我国 它的发病率 它都是那个最高的 比如说在我国它的发病率 12个月的发病率 它大概是百分之那个5.0 那么因此呢 那个研究这个焦虑障碍的 这样一个发病机制 探索它的新的那个治疗策略 它就有重要的这个意义 那引起这个精神疾病 这个高发的因素就有哪些 对吧 其实和其他很多种 这个疾病一样 无外乎对吧 都是这个遗传因素 还有这个环境因素 那么但是对这个精神疾病来说 这个周围环境 对这个疾病的那个发展 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促进作用 那么我们克力主也一直围绕 这个环境因素来探索 这个精神疾病的 它一个发病的这个机制 那在这些环境因素当中呢 这个慢性应激 对吧 也叫这个压力 它是引发这个精神疾病的 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 这个也很容易这个理解 对吧 无论大家在这个电视剧啊 或者现实生活中 对吧 可以看到很多那个经历 那个慢性应激 这个长期的那种压力下 它的那个 很多人得到这个抑郁症 对吧 那个精神分裂症 最后很多那个 就选择了这个跳楼了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 其实大家在生活中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经历 对吧 有很多同学 对吧 要那个要毕业 对吧 要发表论文 对吧 所以经常感觉到 很这个很焦虑 这个这个很郁闷 特别是实验座的 这个不顺的时候 对吧 很容易产生这个焦虑 或者意义的 这个这种情绪 那实际上 这跟这种精神疾病 跟焦虑症 意义还是有点差别的 我们刚刚说的 这些都是一种 正常的这种情感状态 对吧 它还实际上 还不是一种 这个精神疾病 但是如果你长期 出于这种焦虑 或者意义的 这种情绪中 那么最终呢 很容易就变成了 这种 这种精神疾病了 比如说那个 焦虑障碍 或者这个 这个意义症了 那么外界的应激 就是它是如何 引起这个应激反应呢 这里面就不得不提一下 这个HPA轴 也就是垂体 这个肾上线 那个前面还包括 那个下丘脑 垂体肾上线 对吧 这个HPA轴的 这个激活 那这HPA轴的激活 对吧 它在应激反应上 发挥了一个 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首先是 对吧 应激这个来了 把它通过激活 这个下丘脑 下丘脑 那个释放 这个CRH到水体 然后释放这个 对吧 ACTS 最后释放这个 皮纸铜 那么皮纸铜 它可以通过 它的负反馈 作用 它进入 它就可以抑制 这个下丘脑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避免 它一个过度的 这样一个激活 这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应激反应了 不可能 让你 这个一个应激 不可能持续的 这样一个激活的 那么 除了这种 负反馈机制以外 实际上 它这个前二叶皮层 包括海马 还有性能核 它对这个 HPA轴 也具有一个 很重要的 这个调控作用 那么具体怎么样的呢 比如说这个海马 它对这个 虾球脑 那个射旁核 它是起了一个 一个抑制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 包括 我们这个 另外的 我们这边 那个新能核 新能核 它是起一个 那个促进作用的 那么但是 新能核 这种促进作用 它在正常情况下 它是会被 这个前二叶 它把这个意识了 这样可以避免 它的这样一个 过度的 这个激活 但是 你如果 经历这个 慢性机之后 它很多这个 比如这个 前二叶跟海马 它会出现一个 功能的紊乱 那么它就出现了 一个 那个失调了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海马 它在慢性机之后 它可能功能 这个 对它这个 PVN的这种调控 可能出现了 这个问题 它本来是起 意识作用的 它就不再意识了 那就导致 它这个HPS 的过度激活了 那么对于 这个前二叶 它也是一样的 它本来是 这个起意识 意识这个 新能核的 那么在慢性机之后 它功能紊乱 它对新能核的 这个意识 它就这个 这个减弱了 减弱之后 那么新能核呢 它本身 它就起这个 促进作用的 那么也是通过 这样两种方式 进一步 加剧了这个HPS 的这个激活 那么慢性应激 对这几个脑区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大家可以 就是看一篇 这个15年的 这个Nature Neural Science上面 有一篇review 这篇review 做着它从分子 到这个突出 到神经元 到环路 最后到行为 它详细的 这个描述了应激 对这个海马 新能核 对吧 前额叶 对它的这个影响 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看 那么因为今天的 这个主题 对吧 它是讲 我们是讲 那个焦虑障碍 那么后面 我们就主要围绕 这个焦虑障碍 来说了 那么在 就是脑内 借导 这种精神疾病的 这个脑区中 这个新能核 它是这个 借导 慢性应激 这个引发 这个焦虑障碍的 这样一个 核心的 这个脑区 也是我们克里主 一直关注的 这样一个脑区 接下来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能核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新能核它实际上它主要分为这个三大那个亚区 一个是那个BLN脑区 还有一个CEA 中央核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MEA 那么BLN它其实它又可以细分为这个LA和BA 那么正常情况 因为这个新能核 它是一个情感的 这样一个脑区 对吧 正常情况下 它来自秋脑跟皮层的 这样一个情感的信息 它从LA 对吧 这个输入 然后LA 然后它就进到那个BA BA到CEA 然后最后CEA 它是它的一个这个出口 对吧 LA它实际上它还可以直接 对吧 到这个CEA里面 那么在神经元的组成方面 这个BLN它实际上 它是一个皮层样的这个结构 那么皮层我们知道 它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兴奋性这个神经元 所以在这里面 BLN里面 它有80%到90%的 这样一个兴奋性神经元 对吧 仅仅只有10%到20%的 这个中间神经元 那么CEA 它相反 它基本上都是有一个中间神经元 来组成的 那么MEA 它就介于这两者之间 对吧 它有 有那个三分之一的 这个兴奋性神经元 其他很多是那个 那个抑制性的 这样一个神经元 那么这个性能核 它是怎么样去调控 这个HPA轴的呢 实际上这个性能核 它并不是直接去调控 HPA轴的这样一个活性的 它需要很多这个 那个中介 是吧 然后去调控这个HPA轴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BNST BNST 它主要是 这个CEA从这里面 它有很多的这个神经元 这个中间神经元 它可以投射到 这个里面 这个BNST BNST再去影响 这个PUN 对吧 然后这实际上 它是一个 去意志的作用 因为这个BNST里面 它主要是这个 中间神经元的 那么中间神经元 它对得起这一样一个 一个意志性的作用 那么因为CEA 它又是一个 也是主要以中间神经元 为主 那么中间神经元 它把这里面的 这个BNST 这个HPA轴的 这个激活 所以说它是一个 通过一个 去意志的这个作用 去激活这个HPA轴的 那么应激 它对性能核 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研究以往的 这个研究发现 对吧 以这个交流障碍患者 跟这个健康能相比 它的这个性能核 这个脑区 它是这个过度的 这个激活的 对吧 那从这个动物 实验那个层面来看 对吧 这个焦虑的 过度焦虑 这样一个老鼠 对吧 它的这个性能核 它的这个神经元的放电 它是那个增加的 包括从结构层面 对吧 性能核 它这个突起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神经元的 它的这个分支 对吧 突起分支 明显的这个增多 对吧 这是应激 这个对这个 这个性能核的 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在这个 环路 就是操控 以前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这个光阴传 或者这个化学遗传 对吧 这个技术可以很好的 这个操控 这个神经环路 那么在这个技术 发明之前 以往呢 就这个 这个研究呢 它主要是把这个 性能核 对吧 作为一个 同质性的这个整体 对吧 整体去 那个进行研究的 那么在这个光阴传 或者化学遗传 它这个发明以后 对吧 然后大家就慢慢发现 对吧 这个 实际上这个性能核里面 这个神经元 它是具有这个高度的 这样一个意志性的 对吧 它里面不同的神经元 还有它不同的 这样一个投射的靶区 对吧 然后你激活 这种具有不同投射靶区的 这个性能核神经元后 它会有不同的 这样一个行为表现 对吧 比如说 你光阴传激活 性能核 这个投射到 这个中原核的 这样一条环路 对吧 它主要跟恐惧学习 这个有关 然后激活 投射到辅各核的 这样一个环路 对吧 它主要跟这个 这个奖闪 这个学习有关 那么就是性能核里面 这不同的这个环路 它跟什么样的行为 有关 对吧 这个在我们这个中述里面 有这个油站这个图 对吧 我们详细的这个描述了 哪条环路 跟什么行为有关 大家就是 这个感兴趣的 可以去去看一看 那么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 这个焦虑障碍 那么我们接下来 主要就看看 就是性能核这个 特别是这个BLA这个脑区 它跟这个焦虑障碍的环路 这个目前就是有哪些 那么首先是这个 这个BST 也是这个中文堂合 这个刚刚 就是也给大家 那个介绍了 对吧 它是一个 GEA 一个重要的这个输出脑区 对吧 那以往的这个 这个研究发现 对吧 这个BLA这个神经元 它主要是通过 那个兴奋性的 这个这个输入 然后BST 然后激活这个环路之后 对吧 它主要是跟那个 促进焦虑 对吧 增加这个焦虑 这个行为有关 那么这里面 我这边也有个 有一个介绍 然后后面 那个 进一步这个研究发现 实际上 这个BLA投射到 这个BST里面 就是不同的这个 这个亚区 它的这个行为 它是那个 那个 就是完全这个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BLA 它那个投射到 这个AD 这个BST 对吧 它的 它激活之后 它并不是一个 这个增加焦虑量的行为 相反 它是一个 降低这个焦虑的 这个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BLA投射这个 AD BST 对吧 它主要是一群这个抗焦虑的 将一群这个细胞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对吧 它同样把这个中央核里的 这个也也给画出来了 那么因为这个 这两篇 paper 对吧 都是这个 这个光鱼船的 这个这个大佬 对吧 这个卡实验室的 对吧 这个它都是 这两篇都发在 这个Nature上的 这个工作 对吧 它一并那个 那个画出来了 它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BLA 发现这个投射到 这个CEL的 对吧 它主要激活之后 激活这个环路之后 它主要是一个 这个抗焦虑的 这样一个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焦虑 它是那个降低的 而激活这个BLA 投射到这个CEM的 这样一个环路之后 它是这个焦虑行为 它是这样一个 一个增加的 那么 总结这个来看 对吧 这个BLA 它投射到 这个AD BST的 对吧 这样一条环路 它是一个 抗焦虑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 这个BLA 投射到 这个CEL的 对吧 这样一群 这个神经员 它主要是一个 抗焦虑的 这样一个细胞 然后 这个投射到CEM 它是一个 处焦虑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群细胞 那么这是 这个BLA 跟这个BST 包括它 这个CEA的 这样一个环路 在这个焦虑层面的 一个 一个作用 那么 那么其他的 这样一个环路 什么样呢 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 这个KTI这个人 对吧 也就是这个 这篇 这个Nature上面 这个作者 对吧 他从卡实验室 出来之后 对吧 他自己去 那个建了实验室 然后继续 从事这方面的 这个研究 就是他把这个 BLA里面的 这个环路 跟很多这个 做了非常多的 这个研究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他 这个他们那个 Lab发的这个文章 就是后来 他们在发现 这个这个BLA 是他投射到 这个 前一夜的 战营群神经员 对吧 他主要是一个 触焦虑的 这个作用 这是他在通过 那个光移传 对吧 光光那个 这个光激活 对吧 当他 这个激活之后 大家可以看 他是 这是一个 矿产的 这个实验 对吧 他是检测 这个焦虑水平的 在矿产中央时间 那个 那正常情况 对吧 他在 那个矿产的 中央时间 他是这样的 如果你激活 这个BLA 就投射到 这个 前一夜的 这个环路之后 他在中央区域的 这个时间 对吧 他就明显减少了 那减少 他就说明的是 他的焦虑水平 一个 一个增加 对吧 他就说明 这个BLA 投射到 这个MPFC的 增一个神经元 他是一个 触焦虑的 增一个作用 那么他们还 进一步 对吧 这个研究了 这个BLA 他投射到 这个辐射海马的 那一个环路 在焦虑上面的 增一个 一个作用 那么他 这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 这个作用呢 他主要是 不好意思 他 这个BLA 投射到这个 辐射海马 他主要是一个 那个 触焦虑的 增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 激活这个环路之后 这个小鼠 它这个焦虑水平 它是增加的 这是他具体的 这个通过 这个光移船 来操控 这个环路 跟那个 焦虑行为的 这样一个 关系 那么有意思的是 刚刚是 他是 谈到的 都是整个这个 这个BLA 那么实际上 这个BLA 因为他分了 这个头侧 跟那个尾侧 后来这个研究 发现 他那个头尾侧的 这个神经元 他是 他对焦虑的调控 那个是完全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 这个是那个 20年 那个 王健思老师 他们团队发的 在那些 communication上的 一个工作 那么他发现了 这个 投射的 这个BLA 投射到这个 辅射海马的 这样一群细胞 它是一个 对吧 触焦虑的 这个细胞 那么 尾侧的 就是尾侧的 那个BLA 对吧 他投射到 那个 辅射海马的 这样一群 这个细胞 它是相反的 一个相反的作用 它主要是一个 抗焦虑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实际上 前面 刚刚说的 这个BLA 跟这个 辅射海马的 这样一个环路 它在焦虑的作用 它也是 后来我就 我们仔细看了 它的文章 它实际上 它也是做的 那个 那个投射 那么在 就是王健之老师 这边 那个工作中 他进一步看了 为什么这个 投射跟尾侧 它在焦虑 这个调控 它是完全 那个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它主要是因为 它投尾侧 它支配的 这个海马区域的 这个神经元 它是这个 不一样的 然后导致 它对这个 焦虑的这个调控 就是出现 那个截然相反的 这样一个 这个效应 那么这里 就给大家 稍微这个 整理一下 就是目前 这个调控 这个焦虑的 这个性能和环路 有哪些 一个是 这个BOA 投射到这个 中原核的 这样一个环路 投射到这个 CEL的 这个环路 它是一个 一个抗焦虑的 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投射 这个CEM的 这是一个 触焦虑的 这样一个 一个作用 然后 这个投射到 前额叶皮层 包括投射到 这个海马 它也是一个 那个触焦虑的 这样一个作用 但在海马里面 可以看到 它投射的BOA 它主要是一个 触焦虑的 这个作用 然后尾侧的 这个BOA 这个繁路 它是一个 这个抗焦虑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投射到 这个 中文长河的 这样一群 那个神经元 它主要 也主要是一个 这个 抗焦虑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新能核里面 大家都在 这个这个新能核 这个BOA脑区里面 实际上它的作用 是完全这个 不一样的 它有的 它可以是一个 这个抗焦虑的作用 有的是一个 触焦虑的作用 所以 这个 在研究中 我们是 还是很有必要 就是把这个 这个区分 不能就是 以前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 整体来看的话 它很可能会 密失掉很多 这个这个信息 对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前面就是这些发现 它都是基于这生理情况下 通过那个光移传 来操控这些环路 然后看看它对这个 小鼠焦虑行为的 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在这个 病例情况下 那比方说 就是我们做的 慢机诱发的 这个焦虑障碍 在一个病例情况下面 那么BOA这些神经环路 它这个异常变化 以及它的应激 导致这种焦虑障碍中的作用 还是什么呢 这个是 之前是 并不是很清楚的 那么我们团队 从14年以来 包括 然后我们就在这方面 就开展了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工作 那么简单来说 我们主要是 关注了两大 那个科学问题 第一个就是 这个新能核里面 这些不同的 这个神经元 哪些是那个 那个借导 这个焦虑障碍的 这样一个发病 当然这是基于 它的这个输出的 我们说区分 那个不同的 这样一个神经元 那个类群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 是基于这个输入的 就是哪些 什么这些环路 他参与了焦虑障碍的 这样一个发病 对吧 这是我们 那个科学主 这个核心关注的 这样两个 两个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 就是来 稍微给大家 这个 来介绍一下 就是有哪些 这个神经元 这个基于 焦虑障碍的 这样一个发病呢 那么我们就对 这个 就是新能核里面 这个不同投射神经元 在应激 应激情况下 它的这个 这个功能变化 就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首先 对吧 我们研究了这个 就是前额叶皮层 就是这里面 我们在前额叶 这个注射 那个逆行追踪 的这样一个染料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BLA的神经元 可以标记为 对吧 这个有这个染料的 对吧 这就是投射到 这个额叶皮层 的这样一个 投射神经元 然后另外一群 它是这个 这个没有的 对吧 这样我们在 这个显微镜下面 我们电生理下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吧 它有的神经元 进行了这个这个标记 那么标记上的 有荧光的 它就投射到 这个前额叶的 那么然后我们就看看 这个应激之后 它对这个神经元的放电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发现 这个这是对照的 像一个小鼠 那么这是那个 应激之后的 那么我们首先 看看这个投射到 这个额叶皮层的 这样一个神经元 它的活性 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结果发现 这个慢性应激暴露 它对这群神经元的 它的放电 并没有这样一个 显著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 紧接着我们就看了一个 这个 辐射海马的 这样一个投射神经元 因为前面我们说了 生理情况下 激活这个 投射到DMPFC的 包括激活投射到 这个海马的 它都是一个 触焦率的作用 那么 有意思是呢 我们发现 那么慢性应激 它可以 显著增强 就是这个投射到 那个辐射海马的 神经元的 这个活性 对这个 投射到前额叶的 它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我们 我们又 看了另外一群 那个神经元 投射到这个NAC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BOA投射到 这NAC的 它主要是跟 那个奖赏行为 这个有关的 那么 我们也把它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对照 我们来看了 看了看 结果发现 它对这个 这群投射到 NAC的神经元 它在这个放电 它也没有 这个显著的影响 那么也就是说 慢性应激 它可以选择性的 激活 这个BOA投射到 这个辐射海马的 这样一群 神经元的 这个活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 就看了到底是 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这一个 这个选择性的 这个激活呢 对吧 因为我们就做了 各种的这个 这个筛选 包括它的放电的 那个模特性啊 包括其他一些 那个超级化电位啊 做了很多 这个筛选性的 这个工作 最后我们发现 是一个 SK2 这个通道 它在这个 就是应激 对这不同神经元 一个性负性调控中 就起了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 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SK2 它是借导 这个 就是后超级化电位的 那个重要的 这一个 一个通道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超级化 这个这个电位越大 对吧 它的神经元的 那个信负性 它是那个 那个越低的 那么我们 首先看到这个 就是SK2 这个这个 这个假的通道 它借到这个 超级化电位 我们看看应激 对这不同神经元里面 它的后超级化电位的 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对这个投射到 这个DMPFC的 这样一群神经元 你可以看到了 慢性机 对它的这个 后超级化电位 它是没有这个影响的 然后 对于 这个投射到 辐射海马的 对吧 战一群神经元 我们可以看到 应激之后 它的后超级化电位 它就明显的 这个这个下降了 那么超级化电位 后超级化电位的下降 它就跟这个 神经元活动的增加 它是 比较那个 吻合的 对吧 同样对于投射到 这个 福哥河的 对吧 NAC战一群神经元 它的后超级化电位 它是这个 没有影响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 前面我们发现的 性能 这个慢性机 选择性激活 就是性能和投射到 这个辅射海马的 神经元 兴奋性的增加 它很有可能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SK通道 这个来影响的 那么我们 后面我们就 紧接着 我们就把这个 因为应激 不是把这个SK通道 对吧 它那个可能下调了 那么下调之后 那么我们就想 把这个SK2 它重新 对吧 这个表达在 这个这个BOV 投射到这个 福哥海马里面 的智氧性神经元里面 对吧 我们主要是借助 这个 Cray Under 这样一个 一个技术 对吧 我们在这个 BOA里面 我们注射 这个DIO的 这个SK通 对吧 正常情况 它是那个 不表达的 对吧 然后在那个 福塞海马里面 我们注射一个 逆行追踪的 这样一个病毒 对吧 它表达这个Cray 这样的话 它在那个BOA 这个投射到 福塞海马的 这个神经元里面 它因为有 Cray的这个表达 它把这个 DIO的这个SK通道 给颠倒了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顺利的 把这个SK通 特意性的表达在 BOA投射 这个福塞海马的 张一青 这个神经元里面 那么这是 我们拍的一个 那个示意图 对吧 这个显示 它一个很好的 这个表达 那么 紧接着我们就看 这个慢性机 对这个 小鼠的这个行为 在这个影响 那么同样 这是 这个 一个高价的 这个实验 对吧 高价的 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 检测这个交代案行为的 另一个比较 常见的 这样一个 一个方法 那么这是 就是这个 介绍这个病毒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慢性机之后 这个小鼠的这个 焦虑行为 对吧 它是那个 那个下降的 不是 焦虑行为 那个下降 是它在开放壁的 在一个时间 对吧 是下降的 在开放壁的时间 减少 对吧 它是指振 它的焦虑行为的 这样一个增加 那么你在 那个 这条环路里面 重新表达了 这个SK度之后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这个焦虑水平 对吧 它就 那个就被恢复了 对吧 它就被这个 rescue了 这是在那个 进入这个开放壁的 这个次数 对吧 结果也是 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同样用 那个 开放产的 这样一个 一个实验 进行了这个 验证 这个结果 也跟这个 高价的结果 也也类似 对吧 这个正常情况 这个印记 可以是 那个 那个增加 这个焦虑行为的 那重新在这个 环路里面表达 SK度之后 那么 它的焦虑行为 就明显的 被那个 rescue了 那么 对这个 不是一个总结 来看 那么我们 对吧 就对这个 新能核 这个不同投射的 就不同投射 特性的 这神聚员的 活动 重塑进行了 这一个 一个研究 那么我们 以上的这个结果 我们就发现 这个 在 就是慢性级下 这个性能核 投射到辅射海马的 这一个神聚员 它的兴奋性 它是那个 异常这个增高的 那么它增高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这个借导 这个后超级化电位的 SK通道的表达下降 对吧 导致它的那个 兴奋性增高 主要导致这个 焦量行为 那么 对于其他的 比如投射到 这个核叶瓶层的 投射到符合核的 对它的兴奋性啊 包括它SK通道的 这个功能 对吧 它都没有一个明显的 这个这个变化 那么也就是我们 建设在一个特定的 这样一条环路 对吧 它跟这个焦虑行为 这个有关 那么以上是对这个 功能层面 我们进行了这个研究 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们科技组 也对它的这个 性能核神经元的 那个结构 也进行了这个研究 我们知道这个 神经元上面 它的速度上面 有很多个这样的 这个凸起 是吧 这个它是那个 我们叫这个 速度级 是吧 速度级 它在这个 突出传递方面 就是起了这个 十分重要的这个作用 那么以前呢 就是慢性应激 对这个不同脑区的 这个神经元 形态结构的影响 也有很多这个研究 比如说对这个 这个海马来说 对吧 它在应激之后 它这个神经元的结构 它是出现这个萎缩的 包括那个 前额叶皮层 对吧 它也是跟这个 海马的这个影响类似 它的结构 也是 也是萎缩的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 速度级的密度 它是那个下降的 跟海马都是一样 速度级的都是下降的 那么 在这方面 就是这个 Bruce McEvon这个人 对吧 他在 就是这个结构层面 就做了非常多的 这个工作 那么很可惜的 他这个在去年的时候 他已经那个 那个去世了 大家就是 如果想了解 就是这个应激 对海马 对这个额叶皮层 它神经元结构的影响 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他们实验室的 这个这个文章 那么对于这个 新能核的 这个结构的影响 它这个是跟 这个海马 跟那个额叶 它是完全那个 那个不一样的 那刚刚说了 它对这个 这个海马跟额叶 它是结构萎缩的 但是对于 这个新能核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印机之后 它的结构 它是那个 那个增生的 它是明显的 这个 那个长度啊 就发生了 这个 那个增加 那么速度级的密度 它是那个 也是那个增加的 所以跟这个新能核 跟那个海马 跟额叶 它是一个完全相反的 这样一个影响 那个 这个印度的 这个大佬 他在这个 这个新能核的 这个结构 他做了很多 这个工作 是吧 这个大家感兴趣 可以 如果是想看 这个对 这个印机 对这个新能核 神经元结构的影响 可以参考它 这个实验室的 这个文章 那么这里面 它都是 把它做一个整体 来去研究的 当然因为我们 对吧 我们更多的关注 它是这个 这个环路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发现 对吧 这个慢性音机 它对这个 这个神 不同神经元的 这个 功能 它有一个选择性 那么对于 这种结构 它是否也同样 就有一个 这个选择性呢 那么我们同样 也是 也是看 就印机 对这个新能核里面 这个不同 这个投射神经元的 那个结构影响 我们也同样 去关注了 对于投射到 这个NAC 以及投射到 这个辐车海马的 这个神经元的 这个结构影响 那么我们就直接 来看这个 这个统计图了 对于这个 速度级密度而言 慢性音机 它可以 对吧 这个增加 就是这个BLA 投射到辐车海马 这个神经元的 它的速度级的 这个密度 对于投射到 NAC的 这样一群神经元 大家可以看到 印机对它是这个 没有影响的 包括它的 我们进一步 把它分到这个 这个就是 速度级 对吧 它跟它分形 看到这个 曼西隆 Syn 那个 Sabi 对吧 我们都 都进一步 这个细分了 然后就看了 也发现 对吧 这个慢性音机 它是选择性的 影响了这个 BLA 投射到这个 辐车海马的 跟一群 特定的一群神经元的 它的这个结构 而对于 投射到这个 NAC的 它是没有影响的 对吧 这就说明 这个慢性音机 它可以选择性的 也增加 BLA 投射到 辐车海马的 这样一个 速度级的 这个密度 我们进一步 看到它的这个功能 对吧 因为速度级 密度 增多了 它就暗示的 也可能就是 它的接收 这个突出前 那个释放的 等于它突出传递 发生那个变化 我们就检测了 它的那个M-EPSC 我们也发现 它在慢性音机之后 它这个投射到 这个辐车海马的 这个神经元 它的EPSC的 它的这个frequency 就是它的频率 它是明显的 这个增加的 对它的这个幅度 它是没有这个影响的 那么这个就跟 它输入级的密度 特别是这个M-EPSC的 对吧 这个增加 它是这个 有很好的 这个关联的 对投射到这个N-EPSC的 真情神经元 对它是这个 没有影响的 那这边工作 对吧 它同样也是发在 那个Biological Psychiatry上面 那么这是 我们一个那个 总结图 对吧 它我们 针对这个 就是慢性音机 对这个投射到 DMPFC的 真情神经元 以及投射到N-EPSC 还投射到 辅导海马的 这样三大内情 这个神经元的 结构的这个影响 我们发现 它主要是 选择性的影响了 这个投射到 这个辅导海马的 三大内情神经元 对吧 它通过它的 SPINE 它的密度增加 然后EPSC 它的这个频率的增加 最后 导致这个 教练案 那个行为 那么对于 前面就是 这两个 两个工作 一个总结 对不对 我们 我们研究了 这个慢性音机 对这个新能核里面 这个不同 投射神经元的 那个结构和功能 对它的这个影响 我们发现 就是慢性音机 可以选择性的影响了 这个BLA 投射到这个 辅导海马的 战役性特定的 一群的这个神经元 然后借到这个 焦虑 焦虑行为 从那个神经元的 那个结构层面 它可以使海马 投射到海马的 战役性神经元 它的突出密度 那个SPINE的密度 那个增加 是吧 然后突出传递 那个水平也发生 那个增加 对神经元的 这个功能层面 是吧 对清神经元 它这个放电 出现了明显的 这个增多 是吧 增多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 它这个SK通道的 那个下降 这个导致的 那么前面 我们就是根据 这个就是 新能核 这个神经元的输出 是吧 进行了这个研究 那么新能核 这个里面 它BLA 它同样可以接收 很多的这个输入 不同脑区 对这个BLA 它都有这个输入 那么慢性性下 新能核内 这个不同的这个输入 它对这个BLA 这个神经元的 突出传递的 这个影响 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是吧 我们也进行了 这个探索 那么我们主要 focus在这个海马 以及额叶皮层的 这样一两大 这个输入上面 然后看看慢性性机 对这个不同的这个输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是 怎么做的呢 我们 我们主要是在 这个额叶 比如在额叶 你想研究这个 前额叶对BLA 这个神经元 突出传递效能的 这个影响 我们主要在 这个前额叶皮层 注射那个光明杆 这个蛋白 是吧 然后这是一个 它的那个 示意图 对吧 这是那个注射 这个位点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游这个 BLA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来自这个额叶皮层的 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纤维 然后我们在 这个电声里下 进行那个光明杆的 这个这个记录 我们把那个 holding在 那个负三十毫辅的时候 我们可以 记录到一个 一个向下的 向下的是一个 兴奋性的这个电流 然后紧接着 有一个向上 这个抑制性的电流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 同一个细胞上面 既记录到 这个兴奋性的 这个电流 又记录到 它这个抑制性的电流 然后我们看看 它这个兴奋 这个抑制的这个平衡 就是应激之后 是不是会发生 这个这个变化 那么首先 我们就要看了 这个背内侧 那个前额叶的 这个输入 对这个BLA神经元 突出传递 效能的这个影响 我们 我们发现 曼星应激 它可以选择性 这个增加这个 EPSC 也就是这个 兴奋性 突出后电流 对于 这个抑制性 这个突出后电流 它是这个 没有明显的影响的 这是一个统计图 对吧 我们有一个看见 它CRS 就是漫星期之后 它的EPSC 它是明显的 那个增加的 然后IPSC 它没有明显 这个变化 那么最后导致 那个 IE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抑制跟兴奋的比 出现了这个 这个下降 也就是说 往兴奋 可能往兴奋一侧 这个这个便宜了 这是 背内侧 这个前额叶批成 这个输入 刚刚说的 这个它还同样 有这个海马呀 还有腐内侧 那个前额叶批成的 这个输入 那么我们同样 也进行了 这个实验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腐内 腐内侧 那个前额叶批成 这个输入 它对 对它的突出传递 这个效能 它是这个 没有影响的 它的IE Balance 它是 也没有那个 明显的这个变化 包括这个 辐射海马的 这个输入 它也是这个 没有明显的 这个影响的 那么 这结果 我们就提示我们 说慢性机 它可能选择性的 就是增强了 这个DMPFC 对于这个 性能核的 这样一个 突出传递效能 那么 我们说了 这个性能核 对吧 它有很多 对吧 根据它的输出 还有 它可以 分为很多 对吧 那个 比如投射到 这个海马 投射到各种 其他这个脑区的 那么 它这个 DMPFC的输入 它是否 对这个 不同投射神经元 它突出传递的 这个效能 是不是有一个 不一样的 这个影响呢 那么我们 接下来 就探索了 这个问题 那么简单来说 我们就把这个 就是 BLA这个神经元 就分成了一个 投射回 这个额叶皮层的 还有一个 不投射回去的 这样一群神经元 为什么有这么分 对吧 因为 实际上这个 BLA里面 这个神经元 它基本上 所有的这个神经元 它都接受 这个 这个DMPFC的 这样一个输入 是吧 然后它的输出 它是那个 不一样的 有的投射回去 是吧 虽然都接受它 但是有的 可以投射回去 有的可以不投射回去 是吧 然后我们 从电伤里 这个进行 这个记录 那么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把这个神经元 可以分成一个 双向支配的神经元 就是一个 你来我往的 像一个 一群神经元 然后还有一群神经元 就是单向支配的 是吧 这样一群神经元 是吧 它仅仅接受 这个DMPFC的输入 但是它是 不投射回去的 是吧 那就分成了 然后在电伤里下面 记录这个 DMPFC的输入 对着不同的 这个神经元的 一个 突充传递的 这样一个 一个调控 那么对于这种 双向支配的 这样一个神经元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慢性机之后 它对它的 兴奋性 电流跟 意志性的 那个 突充电流 它是没有 这个影响的 最后导致它的 它的兴奋 跟那个意志 它的一个平衡 它是并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被破坏 但是 对于这种 只单向接受 这个DMPFC输入的 这样一群神经元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兴奋性的 突充电流 它是这个 明显的 这个增加的 那么最后导致的 对吧 就是导致这个 这群神经元 它是偏向了 这个兴奋性的一侧 导致这个 这群神经元 过度的 这个 这个兴奋了 那么这个具体的 这样一个调控机制 那又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 为了这个问题 也进行了 进一步的 这个 这个探索 因为我们知道 对吧 兴奋性突充后 电流增大的原因 对吧 它可能是因为 这个突充前 这个兴奋性 那个地质释放增多 对吧 也有可能是 突充后 那个素体 素体数量 那个 那个影响 对吧 那么我们 为了 对吧 进一步看 到底我们发现了 这个兴奋性突充后 电流增加 是哪一个原因引起的 对吧 我们分别 进行了突充前机制 对吧 和突充后机制的 这样一个研究 对吧 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这个PPR 对吧 PPR是 那个电测率 方面层面 那个比较常规的 研究那个 突充前地质释放的 这样一个技术手段 那么 我们主要是看 对吧 这是一个 通过给它一个 双 那个两个脉冲 对吧 一个 给予一定的 这个时间间隔 然后把第二个 对吧 跟第一个的这样一个 这个笔值 对吧 来看 然后对于 这个 如果突充前 对吧 地质释放增加了 那么 它的这个第二个 跟第一个的 这个笔值 它是会那个 那个下降的 那么 对于这种 双向支配的 对吧 这一群成员 我们可以看到 印机对它是 这个PPR 它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 但是 对于这种 仅单向 这个接受 DF-C 这个输入的 这个这群成员 你可以看到 印机之后 它的这个 第二个的 它的幅度 明显的一个减小了 那么 由此导致 它的笔值 出现了降低 刚刚说了 它笔值的下降 它是表示 它突充前 地质释放 那个 那个增加的 那么从 这一块 我们就说明 它的 这个 就是慢性性机 导致这群成员 它信奉性突充后 电流增大原因 是吧 它肯定有 这个突充前 地质释放的 这个原因 那么对于突充后 它其实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看到一个 AMPA跟NMDA 它的这个笔值 我们发现 对于这两群成员 印机对它 都是这个 没有明显的 这个影响的 当然我们还通过了 很多 这个其他的实验 来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这个验证 最后发现 它就是 突充前 第一次释放 出现了这个 这个问题 突充前 第一次释放增加了 导致兴性突充后 电流增大 那么我们要看看 这个 居然 你这印机 可以选择性的 把这个突充前 第一次释放 对吧 这个 那个增加了 那么我们 想就在这个 行为学上面 我们把这个 突充前第一次释放 给它降低了 然后再看看 它对这种 印机导致的交流案行为 它是不是会 有一个 rescue的作用 那么我们 就是找了各种 那个protocol 就是关于传的 这个方案 然后 最后我们发现 找到一个 就是如果低频的 这个刺激 然后来降低 这个突充前 第一次释放 对吧 而且它这种 这个方案 可以有一个 那个选择性 对于 这个双向支配的 它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对于 这个单向支配的 神经元 它是可以把 因为印机之后 它是那个 笔值是下降的 然后我们 通过这个方案 刺激之后 把它的笔值 又回到了 那个跟正常的 这个一样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方案 特定的 操控 这个也就是影响 这个突充前 地质释放的 像一个 一个Portoco 然后我们进行 那个行为学的 这个验证 结果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把 突充前 这个地质释放的 这个因素 给它下降之后 对吧 然后它的 小鼠的 那个行为学 它也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 这个Rescue 对吧 这是我们 这个实验的 这个 一个总结了 那么 这边工作 我们是发表的 在这个 比如20年 发表在 那个Nature Communication 上面 那么 我们这个工作 那么主要 就是研究了 这个性能核里面 不同的这个输入 对它的 突充传递 效能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 这个发现 慢性机 主要是选择性的 影响了 这个背内侧 那个前润变成 对于 这个性能核的 这样一个输入 那么具体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吧 我们这个小鼠 进了慢性机之后 那个背内侧 前润变成的 这个输入 它导致 这个兴奋性 这个突充后电流 那个 那个增加 对吧 最后 导致那个兴奋 抑制那个平衡 出现了这个破坏 对吧 往兴奋移测 这个这个偏移 最后导致了 这个焦虑障碍的 这样一个 一个发生 那么这是对我们 这些工作的一个总结 对吧 因为以往的研究 这个发现 对吧 经济之后 它来自那个 丘脑 这个皮层的 这个信息 它通过这个 LA 对吧 到那个 那个 BA 就要到 新人核的中央核 新人核的中央核 它是一个 主要的出口 对吧 它去调控 那个 那个HPA轴啊 对吧 去调控 这个自主神经啊 然后引起这个 焦虑障碍行为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对吧 我们发现这个 那个BA 里面 它还有 这一个 一条环路 对吧 它是 那个投射到 这个 图在海马的 对吧 这样一个特定的 这样一条环路 它也可以去介绍 应激 引发了这样一个 焦虑障碍行为 对吧 这是我们 在这个 这个里面 对吧 发的一系列 这个文章 就说明 这样一个 一个问题 那么也是 基于我们这些发现 对吧 这个 Bilogical 最后这个 这个Sychiatry 这个杂志 邀请我们 写了一个 这个 这个中述 系统讲了 这个 就是慢性机 对新能和 这个 这个环路的 这样一个影响 也是 对吧 因为这个 这篇文章 对吧 唐华博士 邀请我这个 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 这个介绍 那么 最后 一个感谢 就是我们实验室的 特别是我们 那个 那个 潘老师 对吧 对我们 整个这个 课题的 这个这个把握 包括还有我们 实验室的张俊宇老师 还有这个 潘安清啊 还有刘伟柱啊 这个周嘉欣 秦霞 还有曾志成 对吧 他们这些学生 在这里面做的 很多很不错的 这个 这个工作 最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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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